尽管投资者对港股新的一年不抱太多期望,但2022年踏入第一个星期出现的普团股瓦解走势, 绿电新能源,医药生物大幅回调近2-3成,多少还是与人一种绝不及防之感,与绿电等景气股出现的反高潮相比, 地产金融及相关行业的高息龙头股却急升,这种急变,是否代表首季市场风高浪急,投资者需要转向低股值,高派息股避险, 记得去年初亦出现普团股,白走,天崩地裂的一幕,不同的是,当时的时间点是在春节后, 今年提前到A股新年第一天开市,这次合理的解释是,去年大声的绿电这条赛道太极了, 机构投资者互相博弈,一旦有人出货,便容易引来人踩人事件,基金经理的心态也很短线, 为了持盈或者止蚀,往往追涨撒跌,造成大幅波动,若以平常心而论, 造成绿电下跌的两大理由,印尼金煤出口,以及有绿电营运双龙头已分拆在生能源业务, 不会令相关公司的投资价值出现側变,五个交易入百分之三十的跌幅, 等于一次小型股灾,在股值,成长性区阶的情形下,急跌后的价格应视为机会多过风险, 金融市场不论牛市红市,从来不缺乏热点,很少人会预期到, 表现最亮丽的竟然是早已无人问津的金融地产。 周一地产大仗,全民市央行支持央企对接需要救助的风险民企, 购买他们的项目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, 不过,内房作为一个板块并不吸引, 行内较为看好的仍然是其中的央企, 以及少数优质民企,大部分内房, 在今次调整中,能够生存下来已熟万幸, 短期市场仍需要消化美联储加息, A股风格转换带来的冲击。 此外,内地不同城市近期疫情的反复, 可能对本就低迷的内需和春节出行带来潜在影响, 对市场较为正面的, 是内地更多稳增长政策的出台, 而第一季度市场的最大机会, 相信是受益稳增长政策的行业, 其中包括建材, 家电,还有已打了七,八字的医药生物, 创新器械等, 在宏观念风险未解除下, 首季市场有加大波动的趋势, 但较明显的是聪明浅已聚集低估值, 高息率的央企龙头, 包括电信,地产,水泥,内银和保险, 未来数月即使外围风大与大, 上述这些稳增长的龙头股, 相信抗跌力最强,所受的冲击也有限, 请不吝点赞, 请不吝点赞,请不吝点赞,